藍雨出現17級的強震風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這兩張對比圖 這張圖是颱風來之前的畫面 這是一個漁港 開原港這邊你看漁船 他們都停得好好的 但是在小泉颱風來襲之後 這個17級的強震風 讓許多的漁船是除了東倒西彎 而且還有漁船是翻覆的狀況 現場的民眾就預估了 恐怕有將近七成的漁船 都會遭到毀損 藍雨開原港遭到小泉颱風襲擊 港內的漁船反覆堆疊 有些直接淹沒看不到頂 畫面十分驚人 小泉颱風帶來豪風大雨 甚至吹出每秒95.2公尺的超強震風 逼近一個正常龍捲風的風力 也正是突破台灣氣象史上 最大強震風紀錄 台東氣象站指出 這個風速突破126年來的紀錄 藍雨氣象站的風速記甚至被吹壞 看原港內的漁船也遭強風吹翻 雖然在颱風來襲前 就已經進行懶神加固作業 仍不敵小犬的強風和巨浪襲擊 約有七成的漁船沉沒 毀損損失難以估計 在藍雨 不只有漁船沉沒 就連藍雨氣象站的風速記 都被吹壞了 另外有些鐵皮屋 甚至整片的屋頂都被吹走 可以看到啊 藍雨的災情是十分慘重 臺東氣象站指出這個風速破了126年來的記錄 藍雨氣象站的風速記甚至被吹壞 藍雨開原港內漁船也遭到強風吹翻 大約有七成漁船沉沒毀損 損失難以估計 而颱風也造成許多住宅以及地面損壞 有些鐵皮屋甚至整片屋頂都被刮走 路邊散落成堆石塊和建材 災情十分慘重 好看完這個藍雨災情的部分 我們接著來看台東的部分 小犬怒吼的威力真的十分強大 台東富岡漁港也因為強風掀起了7公尺的強浪 截至今天清晨7點為止 小犬颱風中心位置大約在 鵝鑾鼻的東方十公里海面 以每小時十公里速度向西進行 而根據中央氣象署觀測資料顯示 台東山珠窟側站側到十二級的陣風 富岡漁港今天早上七點 還掀起七公尺的大浪 一波波的大浪打上堤防掀起巨大浪花 小犬颱風是在今年早上的8點20分登陸 而亂比不過只大約停留了五分鐘左右 又離開陸地出海 持續在海面上打轉 小犬颱風不僅是今年第二個登陸的颱風 也打破近五年來颱風登陸台灣的最多紀錄 從2019年8月24號的白陸颱風開始 台灣長達四年多沒有颱風中心登陸 今年9月3號海魁颱風終結長達1471天的紀錄 颱風中心出海後9月4號清晨又二度登陸 1991年到2020年登陸颱風的平均數來看是1.8個 不過2018年到2022年近五年來只有在2019年 有一個颱風登陸台灣 每年平均0.2個颱風登陸 不過小犬颱風登陸之後 今年至少有兩個颱風登陸台灣 打破近五年來颱風登陸台灣的最高紀錄 小犬颱風每秒95.2公尺的強震風 不只是突破了氣象石的紀錄 而這個強震風到底有多強呢 就有網友他仍在墾丁拍下 這個強震風的畫面 他在墾丁大街拍到 不僅是車都被風吹得晃動 就連麥當勞的M字招牌 也都被強風給吹完了 哇 車一直在晃 Oh my God 我第一次遇到我車不能開 我生化了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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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風強 喔 風轉風啊 透過網友拍攝的畫面中 可以看到墾丁大街上風強宇宙 風勢強勁到連麥當勞屋頂上的M字招牌 都被吹歪到無法辨識 有網友人正好在墾丁 就拍下了小犬颱風的威力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連車子都被吹到搖搖晃晃 路上的狂風吹到人都難以行走 可見威力非常強大 你下車幹嘛 你下車的目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下車 那透過剛剛的畫面可以看到 墾丁的風雨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就在墾丁大街旁邊的一棟住宅頂樓的鍋邊間 整主也被狂風吹走 零星屋主在臉書社團分享這段恐怖互片面 並指出他家四樓頂的鐵皮鍋爐間 不敵小犬颱風被整個吹走 讓他嚇得連喊五次阿彌陀佛 並說這是什麼犬啊 那麼兇 網友看到這段驚恐的25秒影片之後 紛紛留言說太恐怖了 嚇死人了 好危險啊 這個鐵皮屋太誇張了 也有人說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像在拍電影一樣 肯定這次風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 尤其像是上午7點多的時候 屏東的滿洲鄉就刮起了17級的陣風 讓屏東線有200線道的電線桿 是直接倒了一整排 那根據台電統計 截至今天上午8點為止 屏東線有16511戶停電 而且集中在恆春半島 台電人員目前正在全力搶秀當中 一隻 兩隻 三隻 路上的電線桿怎麼全倒了 小犬颱風5日凌晨為恆春半島 帶來搶風好雨 上午7點多 滿洲鄉更是刮起17級陣風 讓平200線道電線桿倒了一整排 根據台電統計 截至上午8點多 屏東線有16000多戶停電 且集中在恆春半島 台電人員目前正全力搶修當中 透過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肯定這次風雨真的是非常的大 除了剛剛V仔分享 這個頂樓夾蓋被吹到 然後還有電線桿也被吹到之外呢 我們現在還看到一個畫面 是有一名阿伯 他在風雨中呢 就在被風吹開的鐵門 整個打飛 讓他只好整個人呆坐在大雨當中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阿伯走向貨櫃屋的時候 貨櫃屋的鐵門被強風吹開打向阿伯 而鐵門的作用力 再加上強風吹襲 讓阿伯翻滾了好幾圈 最後整個人只能呆坐在風雨中 畫面看起來非常驚險 好幾圈